这两天大家是不是和我一样 都被大S再婚的消息炸的是外交里呢 网友们都说我们还没从他离婚的阴霾里走出来 人家却在三个月后又结婚了 还是网聊领状 还是53岁的阿吉喜 还是20年前元老级前任 这一个接一个的重拳出击 直叫刮棚里的网友们上蹿下跳 而顺着刮棚人们发现 原来早在大S主持节目时 就曾许愿想要嫁给他 刮棚会跟我结婚吗 我觉得你只要用诚意感动 他应该是没问题的 好家伙 谁能想到这事过去了20多年 还真让他给梦想成真了 而网友们震惊之余也开始讨论 这新任的老公俊俊叶到底是何方神圣 其实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下 他所在的二人组合酷龙了 这个90年代一出道 便称把韩国乐坛的组合 在推出首张专辑后 就以大量hiphop曲风和饶舌曲风的歌惊艳中人 甚至还活到中国 咱曾议老师当年晃眼的秃头造型 可就是谋放他的 像孙岳 曹萌的歌手 更是翻唱过他们的歌 而除了演唱 剧俊叶的舞蹈也是号称一代舞王 想必看过韩宗情书的 对那个三代舞王同框跳舞的片段 仍然敬意犹新 也正是因为当时人气与实力俱佳的他 多次到中国台湾演出参加综艺 才与大S相识并交往 大S更是为了看他演唱会各处飞 但由于南方的名气和公司的压力 两人交往一年便分手了 而现如今 剧俊叶人气早已不如当年 甚至还曾被曝出是啃老一族 所以多数网友似乎并不看好这段婚姻 据说就连后卫知道的大S妈妈 也被气得猛吃酱牙样 但本着宁拆十座庙不回一桩婚的观点 咱就是说还是祝福吧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 我们明天见了 拜拜